好,喝杯咖啡锻炼个十分钟,现在我们回来继续 讨论完地形的选择以后,我们还要想到底哪里的雪更好一点呢 那既然雪不是特别厚,那我们总是想找到尽可能的雪好的地方 同样还是继续看这个示意图 现在是阴天的状态,然后风是从右下角向左上角这边吹 实际上就是吸风 那么在雪季初,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冻结海拔高度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海拔高度之上,下的是雪 低于这个海拔高度以后,下的就是雨了 那很显然,我们就是要选择有雪的地方去滑 当然你在整个路线的规划的时候就要注意 可能低过这个海拔的时候,有可能碰到雨 那雪况就有可能变得冰,湿,甚至更硬一些 这些都是要在出发之前就要考虑好的 那么总结一下,高海拔更冷一些,雪况好一点 北坡,因为不朝阳嘛,化的慢一些 所以它更冷一些,然后雪况好一点 背风坡,因为有风吹雪吹到背风坡上落下来 所以背风坡会存更多的雪 那当然雪就厚一些,雪况也可能好一点 但是,红色的但是 所有这些地方,雪好的地方 那都有相应的雪崩风险 只要是这雪足够我们雪板去滑了 那这个雪就有雪崩的可能性了 在雪季出滑野雪的主要风险大概有这么三项 岩石,冰裂缝和雪崩 我们一项一项看一下 这是法国聪人谷我们当时滑的一个路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好多好多大石头 雪季出下那几场雪根本就盖不住 我把照片的对比度再调整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就沿着中间靠右一点这么滑下去的 那么它可以让你这个板子转的空间是很小的 这一点点的小陡坡几乎我们就是蹭下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我的滑雪搭档滑下去以后 还正在扶另外一个小伙伴就把它拉起来 因为它已经倒到那个石头缝里了 那么这就是雪季出时候遍布岩石的这么一种雪况 最新的消息 10月21号前几天 挪威的这个叫尼克拉斯的 它的滑行技巧非常的高超 他摔伤了 他说这就是一个摔倒导致的 先撞了一块石头一滚撞了另一个石头 接着停下来又撞了第三个石头 那么通过直升机拉到医院去了 检查完了以后 它的胳膊两处骨折 跟腱有一处撕裂 而且它的腮部也有骨折 他说它后面就要喝两个星期的粥了 吃正常的饭都不行了 好下面是一个高海拔冰裂缝的一个案例 这是去年的10月19号 在奥地利一个雪场 这个雪场是10月9号刚开门 开业以后10天 实际上它的野血就可以滑了 但是很不幸 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就掉到一个非常窄的冰裂缝里了 救援人员来了以后找不到他 当时救援人员发现这个裂缝最深的地方到40米 而且临近晚上开始下雪 太阳也下山了 就根本就没法救援了 所以大家就撤退了 第二天再来找的时候就麻烦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下了很多雪 风在吹雪 所以实际上把很多雪都吹到裂缝中了 因为这个裂缝很窄 只能有一个救援人员下去进行操作 那么就花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他 最后从尼斯布鲁克调来了一套叫蒸汽探头的设备 这个蒸汽探头就是一个三厘米粗的一个大管子 伸到裂缝里边去接触到雪层以后 它是靠蒸汽在雪层上融化出一个洞来 然后接着再把摄像头伸进去 通过摄像头在雪层的表面 这个工作人员就来看 找到这个人了 那么救援人员在裂缝上再搭了那个三角架 然后再把救援人员垂掉下去 一点点挖雪 花了几个小时时间才把它人弄出来 那当然那时候已经遇纳了 下面一个就是雪姬出的这些雪崩的风险 这个是2021年10月1号的 这是在阿拉斯加 有一个叫听看皮克旁边的一个雪坡 那个地方已经有一米的左右的积雪了 这个雪姬以来已经下了两场雪了 所以10月1号的时候 有一个单板滑就拍到了雪崩的视频 那么当时他们判断这个雪崩的厚度 在35厘米左右 雪层以下那个薄弱层就是壳面雪 那另外一个10月15号 由他的雪崩中心做了一个雪崩的记录 大家看左边的照片中间 滑行的印记下来以后 中间有一段是板桩雪崩 已经崩塌了 那么这个雪崩是大概15厘米左右厚 7米左右宽 这个雪崩就在阿尔塔这个雪场的雪场内 目前阿尔塔雪场还没有开业 但是已经允许滑野雪了 雪姬出的降雪 实际上无论天气怎么变化 都是有一定的雪崩风险的 比如说第一个降温降雪 那一定会有一点升温 前几天大家都已经在可可透还感受到了 那么升温以后 这雪层就开始融化 那么就形成了湿雪雪崩的条件了 那么接着如果后期又出现降温 但是没有下雪 那么这个时候雪层表面那层 有点融化的雪 又发生了冻结 形成了硬壳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降雪 新的雪和这层硬壳之间的结合度 就会比较差 那么也会形成雪崩 那如果降温再降雪 而且持续低温 那这个时候雪层比较薄 雪层的温度梯度非常大 那就容易产生壳面雪 产生了壳面雪以后 那它又是一层薄落层 也会容易引发雪崩 所以实际上雪地出 经常会出现这种不太理想的雪况 雪地出的雪崩 还有一些地形陷阱的特殊性 雪地出的雪层很薄 一垮有可能就整个雪层全垮掉了 那剩下的床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地表 那这个时候 即使很微小的雪崩 我们在上面滑的时候就很难逃了 地面障碍物太多了 那么还有极大的可能会撞到岩石上 撞到树上 这种风险就相对比较大一些 那么针对雪地出的实际的情况 我们有一些准备工作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是持续的关注天气变化的趋势 第二个大家要检查一下 你的雪崩三套件 比如说雪崩色酒仪的电池的电量 那么与小伙伴呢 最好在出发之前 就做一些合作的演习 做一些练习 如果你想背着雪崩气囊 因为它已经存放了一个夏天 所以在出发之前肯定是要测试一下吧 最后特别建议大家 在出门滑野雪之前 你要把你的行动计划 整体的什么时间出发 我们想滑哪里 我们几个人去计划几点钟回来 一定要把这些信息 告诉给自己的家人 或者告诉给自己的好朋友 那么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 这个详细的计划 会给救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好 这个就是雪季初 野雪怎么滑的一些建议 欢迎大家继续看我们的 雪崩学习笔记2021系列 在后面几期中呢 我们会出现很有意思的讨论 也祝愿大家滑雪更安全 更享受 谢谢 谢谢